做青椒肉丝很多朋友都搞不懂 到底是先炒青椒还是先炒肉丝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饭店里面比较常见的做法 肉丝滑嫩青椒脆爽鲜美 做青椒肉丝一定要选择我这种薄皮大青椒 它才有那种清香味 那种肉比较厚的青椒吃起来口感不好 青椒清洗干净后打掉它这个霸被往里面一揉一扯 就把籽已经去掉了 是不是很简单 这种薄皮青椒的籽特别好去 处理干净的辣椒 把两头去掉 再破开切成丝就可以了 现在来准备青椒肉丝的肉 选择里脊肉的话就是好切一点 其实选择前腿肉炒出来的话口感会好一点 饭店里面一般炒一份青椒肉丝是三两肉 苍蝇肉管子就是二两 肉太多了 其实炒出来它也不是很好 这个肉我们要换一个方向来切 就是说在切这个肉的时候 切肉丝要顺着纹路切 如果腻着纹路切出来的话 等一会儿你炒出来全部都要断 切片就要逆着纹路切才不会塞牙齿 切丝一定要顺着 不管牛肉鸡肉羊肉猪肉它都适用 这个肉丝切出来有点短 但是没得办法了 给肉丝马味毛毛盐 胡椒 料酒 老抽几滴上锅盐 少许水 把手洗干净后给它马匀 一定要不停的抓捏 这样才能让肉丝把水全部吸进去 抓至非常粘手的时候来上一点红薯淀粉 再次码匀机口 加成条件比较好的朋友 在加淀粉之前 还可以加上一点点那个鸡蛋清 这样子炒出来肉丝绝对是细嫩爽滑不脱姜 来一丁点油 碗内打入两个亚子生的鸡蛋 来一丁点料酒让炒出来的鸡蛋更泡 并且还可以去腥 把它烤散 再来切上一点姜葱蒜可可 接下来继续开始一个老僧常谈的话题 就是用铁锅 怎样做到炒肉丝不粘锅 锅现在已经烧得很热了 来上一点95号的菜籽油 现在这一步呢我们叫制锅 油温烧至刚刚冒烟就是七成热的时候 把锅拿起来晃动 记住下面是在继续加热哦 整个步骤我们持续一分钟 好现在关火 让这个有冷却之后再下肉丝 油温冷至四成热的时候就可以下肉丝了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很轻松的就能够把这个肉丝划散 一点也没有粘锅 漂亮吧 大家家里面如果使用铁锅的 一定要把这个方法熟沸 肉丝划熟锅后先倒出来避孕 另起锅来一点油 下入打散的鸡蛋 用大火把它煎散 下姜葱蒜 青椒丝 继续翻炒匀 大油翻炒20秒后下入滑散的肉丝 调一点毛毛盐 糖 骨胺酸辣 浮椒 继续用大火不断 档次立马就出来了 是不是超级的安逸 如果这道菜没有加鸡蛋的话 可以加一点甜面酱 但是加了鸡蛋我们就不加了 不然你想整道菜的色彩 青椒炒至断生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这个色泽这些真的是太巴适了 非常好吃的青椒肉丝就做好了 肉丝炒出来是稀嫩爽滑 鸡蛋是鲜香 青椒的话是带着一种蔬菜的清香味 这道菜的味型是寒暄味 就是家常下饭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是走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啥够 接下来开吃了哈 高压锅里面的话我热了一点剩饭 这青椒好香 真的要这种薄皮青椒 它是这样的青椒的清香味 打扰一点鸡蛋的话 云阳也更好 吃起来口感也巴适啊 说了这么久大家觉得这个 青椒肉丝是先炒青椒 还是先炒肉丝呢 我觉得是先炒鸡蛋 呵呵呵 真的是癌的这样子 一口下去有蛋有菜有肉 一道菜呢多的就不说了 中规中矩的一道家常菜 主要就是我们要掌握两点 第一点就是要腌制这个肉 要腌制好吃起来才嫩 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炒肉丝怎么不粘锅 我相信我已经把大家交费了吧 还有没有费的朋友在评论打一个 没收费没收费的话 我下次再交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想念 饭真热了吃饭 拜拜 嫩南瓜的话可以说得上是四川人的最爱 吃起来是清爽又鲜美 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 最具川味特色的嫩南瓜做法 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吃过 南瓜先从中间给它切开 把这下面这一点搁来不要 这里有一点坏掉了 现在把南瓜切成粗一点的丝 大家记住不要切的太细了 我知道你们刀工好 但是也不能把它切太细了 切太细之后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炒出来全部会溶掉 先把边上的切了 然后这中间的这里有这个南瓜羊的 这种炒出来它全部都是水 我们先把它片掉 现在的话还是把它切成丝 南瓜羊一炒就全部变成了水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可惜了 两个南瓜切出来还是比较多的 来上一勺盐 等一下炒的时候就不要放盐了 下手马匀 先把南瓜的水分给它腌制出来 炒出来它才不是那种水滴滴的 扣到一边 这个时候来准备一点小的青红椒 还有大蒜子 打斜刀把它切成火火 这个是小美辣 有点辣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不要放 千万不要放 算了我都放两个 害怕太辣了 酸的话给它清淨的拍破就可以 趁烟制南瓜的时候大家说一个事情 就是我的粉丝里面有一个11岁的小朋友 经常就是白天跟我发信息 叫我煮这个菜 或者说是问我这个菜做过没有的话 我觉得啊11岁的这个年龄真的是大好时光 咱们的话应该多多用在学习上面 而不是手机 当然 学做菜也是非常标得符的 但是呢 我觉得只能周末啊 或者是 呃就是做捏做完过后 因为白天我觉得是在读书的时候啊 都在手机有可能 所以啊 各位跟我一样的啊 家长朋友 不应该让小孩子过度的水手机 偶尔水一下也差不多 这个南瓜其实腌的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腌出这么多水 如果不腌直接炒的话 这些水一炒就全部出来了 现在用手这样子把它挤一下 把水分挤掉取出来 这个南瓜要是炒出来水汪汪的话 就没那么好吃了 锅里面不用放油 下入南瓜丝 先给它用大火翻炒一下 这一步的主要作用还是炒去水分 所以炒南瓜丝一定不要直接下锅 先腌制一下 炒出来它才不容易涂水 大约炒一分钟后倒出来必运 现在我们开始正儿八经的炒至南瓜了 98号的菜籽油 对了上次我吃这种南瓜 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你南瓜都不认识吗 这个明明是西芙芦 说老实话 我不知道什么是西芙芦 我只知道南瓜 菜籽油炼熟 再来一点猪油 猪油全部炒化 下入青红椒蒜末 拦出香味下南瓜丝 先用大火把它裹转 调味一点糖 鸡精 蒸鱼石油 蒸鱼石油 一点点 放太多了的话颜色就不好看了 大家看随便你怎么炒 这个南瓜都不会脱水 并且是脆嫩喧香的 裹转裹转的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看起来就是蒙蒙的食欲 相信应该没有哪个说不好吃的 大家看看全部是一根一根的 盘底只有一点点油 一点水都没有 超级的香 非常好吃的青炒南瓜丝就做好了 蒸子炒出来清爽鲜美 并且没有土水 简单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是走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狗 最后还是我来帮大家赏一下 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粉丝先吃 超级的标得福 他我们平时吃的南瓜丝趴唧唧的 口感完全不一样 这个真的是清脆爽口的那种感觉 微微的带着一点点那个小美辣的辣味 基本上可以用好吃的停不下来来形容 在四川南瓜丝的话一般 用来下西饭下干饭 基本上就是这个季节出南瓜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的话吃了好多好多 就是好吃记忆中的味道 怎样炒南瓜丝不出水还好吃 大家都消费了吗 今天的视频在这里就散过了 我是小念 咱们下期见 拜拜